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达了对我本人和本节目的关心和期望 有些来信情真意切 令人感动 在此 我代表节目组的全体同仁 向一直关心和支持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 致以深深的谢意 你们才是我们坚持坐下去的动力 有您陪伴 我们会一直坐下去 香港逃犯条例寿终正寝 中美贸易战陷入拉锯 台湾总统高调过境美国 百名亲中派发表中国不是敌人 这是近期的几个新闻热点 先说香港 在累计数百万香港市民连续走上街头的抗争之下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7月9日终于承认逃犯条例的修订议案已经寿终正寝 这是香港市民在当年成功抵制23条恶法之后 又一次令中共蝉食香港法治的鬼胎 胎死腹中 但由于林郑月娥不说撤回 并拒绝下台 所以香港市民的抗议也会继续下去 当然换个角度看 不得人心的林郑书记是不是下台 什么时候下台 他自己还真做不了主 虽然他这次捅了个大娄子 不仅动员了香港全城上街 以令中共颜面扫地 也让台湾人进一步看清了一国两制的真面目 但从中联办主任王志明的公开讲话来判断 至少主子还不希望他现在下台 恐怕要等到他收拾好自己的烂摊子 最迟在明年9月香港立法选举前走人 再来看中美贸易战 本来大阪川习会之后 外界普遍看好中美重回谈判桌 并很快达成贸易协议 但这种乐观情绪 很快就被双方的互相指责而引起的担忧所取代 川普周四发推批评习近平食言 没有兑现在G20期间立即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 满满的受骗上当之一 而中共喉舌的态度也渐趋强硬 宣称美国要先取消关税 然后才能达成协议 似乎双方的拉锯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以川普的急性子 这段默默唧唧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 说不定哪天一条推特让世界瞠目结舌 上周五 现任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 Peter Navarro接受CNBC专访 直言 美国和中国媒体关于贸易谈判的报道 都是垃圾 充满了混淆视听的假新闻 毫无价值 这话对美国媒体可能打击面有点大 但对中共媒体的看法倒是非常准确 他进一步透露说 只有川普和莱特希泽的消息才是可信的 不过可信的媒体我再补充两个 大纪元和新唐人 当然对中美关系不诚实或缺乏深入认知的 不只是这些美国媒体 还有一些号称熟知中国和亚洲事务的 美国知名人士 日前 有一百多名美国的前外交官 学者和智库领导人 联名发表了一封题为 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 引起广泛热议 公开信虽然也批评中共 加大控制私企 违背贸易承诺 但其重点是批评川普的许多做法 令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但当你了解到这些人的大多数 正是协助川普之前的几任总统 实施过去四十年对华绥靖政策的那些人 对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换句话说 川普现在做的恰恰正是在收拾和归正 这些人当年实施的并被证明已经彻底失败的政策的烂摊子 直白点讲 他们是造成中美今日局面的始作俑者 他们不仅对中共缺乏认识 也缺乏自我反省 网重了点说 他们无意中成了中共的代言人 果然 此封公开信在华盛顿邮报建报之后 被中共党媒断章取义的广泛报道 使其再次成为中共政治宣传的工具 是的 中国不是敌人 但中共是 这些人 以及很多西方糊涂虫的问题 就是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很高兴啊 又跟大家见面了 由于前段时间 严真很忙 没工夫雇我们外交部的事 所以我也就忙中偷闲 休息了两个月 什么 干嘛不派别的发言人 你们想看见谁啊 哦 想见盟营啊 嗨 这盟营啊 这几个月正在贪官培养基地 对不起 我是说 他正在中央党校干部培训班进修 等他学成归来后 有望接替现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陆康 什么 怎么门轮到我 嗨 实在是能力不行啊 这能进干训班的 都得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比如蒙英吧 他当外交部发言人才一年 就几十亿网民评选的 2013年度中国人渣榜 在百名人渣中排名第32位 好了 不说他了 下面开始提问 这位记者 发言人你好 香港一个月内四次大游行 累积三百八十万人次上街反送中后 特首林郑月娥终于出面表态 修订逃犯条例完全失败 修理工作已寿终正寝 法案已死等 但对于香港民众的五大诉求 却不予回应 被各界质疑没有诚意 与其说是在让步 不如说是在背台词 对此香港抗议者发起的 全民到中银取钱的新计划 口号是全民庆钱 中银送中 请问你对这个香港态势发展 怎么看 大家不要激动嘛 不要动不动就动钱动钱 有事啊好商量吧 至于林郑月娥的台词吧 我也觉得有些不同 比如她说修理的事 寿终正寝了 这咋叫寿终正寝呢 这一天还没活过呢 只能叫胎死腹中 不过啊 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不能说撤回 一来啊 太没面子 二来 也为将来卷土重来啊 留个余地 不过 虽然修理的事 暂时不提了 但返华势力们 不要高兴得太早 我们正在 憋大招呢 一般都说放大招 说憋的话 恐怕憋出来的都是损招 请问 你指的大招 是中共当局准备对香港 实施所谓的社会信用体系 这件事吗 没错 我们计划要在三年内建构 粤港澳社会信用评分系统 这事已经完成了一半 只要把香港纳入社会信用评分系统中 所有香港人 就都在我党的监视之下了 俗话说得好 不怕贼偷啊 就怕贼惦记 虽然逃犯条例没修成 但是 只要我们一直惦记着 你香港躲得了粗一 躲不了十五啊 好 这位记者 发言人先生 日前美国国防宣布 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台湾出售 M1A2T爱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独次式导弹机相关设备的方案 总额于22亿美元 预计一个月后生效 这是川普政府对台湾进行的第四次军售 此外 分析普遍认为 此次军售意味着 美国对台军售已进入常态化 请问北京方面做何反应 听口音 你是新来的台湾记者吧 是的 哼 什么反应 当然是一如既往地放嘴炮 表示表示 此前 我们的另一位发言人 耿爽 已经表示过了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在此 我再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美方立即撤销 对台军售案 那要是美方不撤销呢 这位到底是新来的 竟然问这种简单的问题 美方不撤销怎么办 不撤销就卖呗 我们能怎么办 每次军售我们都抗议 都要求撤销 在哪次撤销了 不还是照买照卖 根本不理我们的茬 但我要重申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现在台湾花钱从美国买武器 什么意思 用官门混球施暴的话说 这就是给流氓交保护费啊 就像朝鲜给我们交 这个比喻不太恰当 我们跟朝鲜好像是反过来了 有点拧抱 发言人您好 自打中美贸易战以来 美帝越来越猖狂 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 敢卖武器给台湾 这不是公开藐视我党吗 混球时报说他们是流氓 真是一语中逼 他们不仅在台湾收保护费 还给我们加关税 我就是想问问 咱们什么时候叫什么 叫什么这个流氓 让他先把那个关税给撤了呗 央视的吧 只有大哭啥的记者 才会问这种脑残的问题 把关税撤了 想什么呢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 就是争取不让美国 把剩下那三千亿美元的 出口商品加增关税 所以我们在大阪峰会 玩了一个缓兵之计 答应川普立即购买美国大豆 并恢复谈判 来换取美国暂停执行 加增关税 可现在啊 中央有点分裂啊 有人不同意啊 说这是丧权辱国 要给美国死磕 唉 看来中央领导啊 又比你们央视啊 更脑残的 凭实力而言 死磕 那就是磕死 对了 你的问题是 哦 什么时候教训流氓 这是我说了也不算呢 你先坐下吧 换个问题 这位记者 日前中国驻美大使馆 以及驻美大使崔天凯 分别开通了推特账号 说是为了促进 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 但事实上 推特 脸书 及其他美国社群媒体平台 长期以来 在中国大陆 都是遭到封锁的 因此 中国年年都被评为 世界上网络最不自由的国家 中共建防火墙 一方面对中国人 进行信息封锁 另一方面 自己却在境外社交媒体上 开账号 这不是很讽刺吗 中国有句古训 叫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我们党继承并发展了 这一伟大传统 封杀国内百姓信息 官方海外煽风点火 就是我党在新形势下的 新媒体战略 所以 你提到那些什么推特 脸书等在国内 仅止的社交媒体 我们几乎所有的官方媒体 在海外都有账号 所以我们的大使 在推特上开账号 有什么问题吗 难道只许川普每天发退 然后大家就都听他的 连三胖都跟着他跑 我们也要赶紧抢占舆论高地 发言人先生 由于中共封锁网络 VPN一直以来是大陆民众 建议突破政府封锁 获取国外真实资讯的工具 而近日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全球排名前100的VPN公司 有28家由中国企业秘密持有 且许多公司都对中资持有 该公司隐而不宣 若大陆民众勿用了这些VPN 中共当局可辨别使用者的身份 和网络活动 就可能对用户进行恶意审查 还可能将数据转至境外 连带史维权人士 记者 检举人都将面临威胁 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没错 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 我们就是要加大加强 对网络的控制 为了把中国建成 世界上最大的局域网 我们不但要有修墙的 还要有伪装拆墙的 对翻墙者进行钓鱼之法 严惩不歹 当然了 墙内局域网建设的任务 也是很艰巨的 敌人是无处不赛啊 你比如说 百度创始人李延宏 最近就被人当众浇了一瓶凉水 从头到脸都是水啊 于是百度搜索中 立刻生成两个高频词汇 红颜 祸水 水调 割头 至少 如果大多网民们都能自由翻墙 一旦了解了真相 知道了国内互联网大佬 跟政府合谋做的那些事 下次再浇水时 可能就用开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